我們看第七題 他說如這個圖 M1質量4公斤 M2質量8公斤 M1有一條繩子給他拉著 然後現在他說 這個 M1保持不動 然後M2等速移動 就是M拉他 讓M2等速移動 那他問說 那力量M多少 這怎麼做 這個我就把對象釘在M2上面 這M2收了幾個力 收了F 那減掉多少 減掉這裡的摩擦力 這裡是動摩擦力 動摩擦力 就是那個μK A 乘以那個正向力 這正向力等於 等於 等於M1加M2 嚴格這樣講的話 是說 那你也不是沒有把它釘在同一個物體上面 那你怎麼知道說這正向力是M1加F 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把對象釘在M2上面 那M2收了幾個力 收了這個M1 這個叫M M好了 Target它的這個正向力 還有什麼 還有重力 減掉M2這樣 還有什麼 還有Target它的往下的重力 Target它往下的重力 那你現在要把對象釘在什麼 釘在M1上面 M1這個方向沒有移動 所以M1受了一個Target它的重力 是M1 這M1跟這M1是一樣的 為什麼 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關係 M1 再減掉這個M1 減掉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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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動摩擦修稱什麼?稱M1加M2G 還有沒有?還有 還有就是說 他給他的摩擦力 他給他的摩擦力 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他往這邊移動 往這邊移動的話 他給他的摩擦力是往這邊 那他給他的摩擦力就往這邊 往這邊摩擦就減掉NuK NuK都一樣 因為他每個介面都是0.2 然後再移動這個正向力 這個正向力 你可以看成是這個正向力 也可以看成是他給他的正向力 反正他們直接摩擦力是 是那個什麼? 是中力的還是中力? 剛我們算過是M1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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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等於0 為什麼? 因為他是等數移動 等於0 等於0 等數移動 所以就知道 F等於多少? 這等數移動 就等於2個M1 1個M2 M2 M1 2個M1 加上1個M2 1 這樣就可以做出來 NuK 1 0.25 再乘以多少? 2M1 2 4 這是8 2 2 4 再加8 再加8 再加10 那現在是多少?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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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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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4